在过去30年间,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的女性比例持续下降。 这是一种怪现象,因为科技已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在许多学校,女生的理科成绩甚至超过男生,只要把握住机会,女性能够在科学和数学领域大显身手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性利用ICT行业的机遇呢? 我们要从入学一时,就树立男女学生之间无差别的一时。 或许需做出更多努力,鼓励女性奋发向上。 我认为我们在鼓励女性参与时,需强调科技也要男女搭配。 是转变我们态度的时候了。 25岁的Mavish是来自印度的计算机科学工程师。 波达·克什米尔是一项服务于克什米尔人民的小举措。 该应用启用时,我正是兴起若狂。 人们开始向我祝贺。 还有人建议,我应当学习计算机科学以外的学科。 女性应当学习科技和计算机科学,因为这不仅可行,而且也适合女性。 这个领域也不仅是男性的天下。 你可以研发创新,只要学会一种语言,就能够任意创造。 我想在斯里纳嘉诚开家软件公司,向克什米尔的年轻女性提供就业机会。 当然也欢迎男性,不限于女性。 对于做出正确选择的人,还有不少好消息。 这个领域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,实在是一个颇具前景而又趣味十足的行业。 国际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是一项全球性的庆祝活动。 世界各国的女性都可以借此机会探讨ICT专业人员享有的诸多机遇。 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十分重要。 因为没有她,我们就不会了解其重要性。 我们了解到了ICT行业中可以从事的各种职业。 这令我们大开眼界,不然我们真没想过从事科技领域的工作。 你还可以自发组织自己的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。 科技正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,投身到这场变革中来吧。 不仅消费,并且创造。 请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了解科技。 它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学习科技,放眼未来。 如果你想有所改变,并事业有成, 那就从学习ICT开始。 因为科技就是未来。 我们下次见到这里。